桥流水后面还有一间新房子 这是人家吗 不 这是公厕 这是彰化路港溪河岸公园 网美拍照打卡热门景点 望月桥旁边 这间黄白绿相间的新屋是刚盖好 还没有启用的公共厕所 左拍右拍都比不开 这应该有厕所 但它可以再做古典一点 哦 做古典一点 对 路港的特色没有出来 颜色的话有没有配合 那样也不错 河岸公园之前因为路港溪恶臭 让人避之 唯恐不及 前章计划花了商业员整治 焕然一新 变成了公园绿地 因为腹地狭长 原本没有规划公厕 民众需要上厕所 得走一公里到龙山寺 社团赞助经费 找了设计师盖厕所 却出现了正反评价 有民众说人有三级 增加公厕真的有需要 有人觉得厕所破坏美观取景 但是也有人认为建筑本身还蛮好看的啊 民众反应的这个外观上的部分 我们有把这样的讯息再提供给福伦社 另外也有民众说 路港溪之前就是因为水流恶臭 担心公厕污水直接排入 县府表示有污水管线 并非直接排入溪流当中 TBS新闻 陈志忠 吴淑平 彰化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